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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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语 现在我们在这里是贵州省塔根县 登陆村 这个村状非常特别 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看这个房子都是一层古老的吊脚楼 都是木房子 这个村庄是在一个半山腰上面 距离县城挺远的 这个村叫登鲁村 但也叫金丝兰姆村 为什么这样叫呢 因为他们这个村里有非常多金丝兰姆 大家可以看到边上这个就是金丝兰姆 非常珍贵的树 看这个大树 应该每棵树上面他们都会画这个红木的 登鲁村民们每到不免货的时候 农历2月2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这里祭拜这个兰姆树 主要都是在这个树上面画的那个红木条 我们再下去看一下应该还有的 登鲁村生长的这片金丝兰姆林旅 他们也会像自己的生命要保护着这样金丝兰姆 这片蓝蒙树呢 保护得非常的好 如果有人破坏 或者有人来砍华 都会被受到处罚了 毕竟村里有村灰嘛 还有记忆有人说这个 之前有人犯过错误 然后被村里面罚了120斤酒 120斤肉 还有120斤铝 在做一个酒席 然后请前村的人去大吃一餐 所以说有点好好的 他毕竟是金丝兰姆嘛 毕竟是国家宝库的一个植物 所以说也不能随着地面去破坏他的 国宝上树 这个金丝兰姆挺大的 一个人肯定生活不动的 下面还有一个更大的 应该五个人才能抱得动的 这么多都是金丝兰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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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